第1091集 上界意志 在永恒神炉的深处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爱黄天 我是秉承上界的意志 这烟水天有巨大作用要送到仙界去 我已经接到了上界的福照 哦 永恒神炉 是谁的福照 神界的仙界使者 天仙一般的人物 突然发出了尖锐的声音 我秉承灾难天君的意志而来 直到太医门抗衡神族的进攻 一切的事情都要秉承我的意思 我现在命令你把烟水天交出来 他身上的大五行术各种神通都要收回 你 秉承灾难天君的意志 你不过是一个小小天仙 在你上面无数强大的仙人 你恐怕是连见灾难天君的面都见不到 就如此说话 苍老声音似乎是永恒神炉的气灵 而我乃是永恒天君亲自炼制的仙气 你和我的身份相差实在太大 莫非你想借灾难天君的名口来压制我 哼 永恒天君是仙气最为古老的存在 不知道炼制过多少仙气 他能够随意凝炼仙道法则 你也不过是一件永恒天君随手炼制的仙气而已 永恒天君他现在正在炼制造化神器 威震诸天的存在 你是遗弃的仙气 神秘的仙界使者声音尖锐 针锋相对 是吗 我至少能够见到永恒天君 而你 不过是仙界的一个小卒子 总之一句话 炼水天我会把他送入仙界 这是永恒天君亲自点的 要带到仙界去的人物 你 休想染指 你 神秘的仙界使者恼怒起来 冷笑连连 你以为 我不会直接伸入你的核心 把炼水天直接从其中抓出来 你的仙道法则才一道而已 能够抵挡得住我 那你就试试 苍老的声音来自永恒神炉的气灵 一个小小的天仙 实在狂妄 杀 仙界使者身上 一股股法力震荡开来 似乎就要冲入其中 和永恒神炉展开搏杀 慢着 太皇天喝道 他自然不能让永恒神炉 和仙界使者发生争执 永恒神炉是太医门的根基 一旦动摇 惊天动地 而仙界使者也不能得罪 他只能在其中调停 两位不必真耻 各自禀报上界 看看上界是什么意思 要是这样轻易动气 恐怕会破坏上界 对抗神族的打击 神秘的仙界使者停了下来 眼神闪烁 他也知道 永恒神炉非常神秘 的确是永恒天尊亲手炼制的 他虽然是天仙 但和天君比起来 还是一个小人物 苍生的声音继续说 我的任务也是对抗神族 太皇天给我准备足够的纯阳丹药 我要沟通上界 获取到一个进入仙界的名额 把燕水天送上去 好 太皇天点点头 随后 永恒神炉的气灵就寂静无声了 而神秘的仙界使者却冷笑连连 突然把目光放在了华天都身上 晚辈参见天仙大人 看见仙界使者盯着自己 华天都心神一阵激动和震撼 连忙跪在地上 屁股翘得老高 脸朝地面虔诚地膜拜 太皇天解释 这是个天才 秉承了盘武先尊的意志 本来是有缘人 可惜被殿武天君影响方寒 方寒不知道施展出什么手段 得到人皇笔的支持 抢夺了他的器语 使得他失去天武之库的宝贝 是吗 盘武先尊 我知道他的名头 在凡间就修炼到了接近天君的强大存在 获得了远古本源道人的传承数亿年的功力 最后也被神族的七大神帝地士天和九重神帝联手给杀死 而且仙剑怀疑他并没有死 是躲在什么地方 这样的话 此子还是有一点点价值 仙剑使者看着化天度 是 朕因为如此 我用玄门十二宝像仙术为他体内凝炼了虚拟的法则 帮助他近身 此子也是异常的聪慧 修行意志坚定 利用虚拟的法则真正突破了洞天境 不如仙剑使者收他为徒 我这里正好有去仙剑的名额 你就带去仙剑如何 太皇天目光闪烁 语意深刻地说 也好 小子 你叫做化天都 我就收你为徒 摆石吧 仙剑使者点点头 一股力量打在化天都的身上 终于能够去仙剑 化天都听后心中激动 感受到了仙剑使者一股大力轰在自己身上 他立刻就感到自己的寿命法力 都在无休止地提升着 洞天无比地稳固 竟然一下子到达了空间法则大圆满的境界 第1092集 永恒天君 仙剑使者说 好了 参悟境界和法则都要靠自己 本座就算是天仙 也不能够使得你参悟法则 既然太皇天舍弃一个仙剑名额要把你送上去 我也就成人之美 收你为徒 仙剑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世界 你现在上去 地位就如同凡人界的奴隶一般 绝对不能够像凡间一样纵横天地 你要想清楚 心里也要调整过来 太皇天说 不错 除非是直接在人间修炼到真仙境界 然后积攒足够的力量直接飞升 这样才在仙剑有一些地位 否则的话 就真的如同诸狗奴隶 这是远古的《道经》中记载的仙剑情况 你要想清楚了 仙剑还有诸多危险 一不小心就要被杀 为了击杀方寒 我必须要到仙剑之中去修炼 随其有死而无悔 华天多匍匐在地面上 发出坚定的声音来 仙剑使者说 好 拜师吧 你去了仙剑是我的徒弟 地位自然是有一些 不会被仙剑一些人物随意宰杀 当作诸狗 是 师父 请受徒儿三拜九寇大礼 华天多大喜 叩头不止 好了 在去仙剑之前 我告诉你一些必须 到达仙剑之后 你身上既然有盘武仙尊的机缘 也可以为我做一些卑微的事情 仙剑使者冷冷到 把袖子一挥 华天多就被他卷入自己的世界当中 消失不见 我感觉到大姐也不远了 神族的入侵正在筹划之中 我必须要去做官推算一些事情 你们请自便 仙剑使者身体一动 也消失不见了 两久过后 太皇天 太虚天 太龙天 相视对望眼 师兄 你说华天都去了仙剑 真的能够为我们探路 了解到现在仙剑是什么情况吗 太皇天说 自然能够 其实 我现在已经 差不多有了足够的力量 撕裂仙剑大门 进行飞升了 不过 我修炼的直学告诉我 就算去了仙剑 恐怕也不会是理想的天地 所以 我需要知道仙剑到底是什么情况 在凡间 我们可以为所欲为受到万众敬仰 但是去了仙剑 却就是一个小人物 朝不保夕 惶惶不可终日 一个不小心 丢了性命都未可知 可是飞升到仙剑 才有广阔的修行空间 我们才能够看到更多的东西 修炼到更多的境界 传闻之中 仙剑之大 比三千大世界加起来 还要广阔浩瀚 甚至是另外一个宇宙 我们诸天万界浩瀚宇宙 也许在仙剑看来 只是一个小泥潭 龙必须要去大海之中 才能够有大作为呀 太虚天道 太皇天点点头 这是自然 仙剑是要去的 不过 也不急于一时 等这次神族大劫 我会借助劫术的力量 修为更进一步 积蓄更多 得到几个宝库之中的仙气 然后飞升 那样之后 在仙剑有了更多的底盘 就能够一路混得风生水起 而且 和我想法的 还有我的那个土耳 玲珑 他也想再次进入 鸿蒙密葬 真正得到 鸿蒙道人的传承 这样的话 就算不去仙剑 也能够修成 极高的仙人层侧 师兄 那这次神族大劫之前 我们要对付 玲珑先尊吗 太和天父 那不用 我的那个玲珑徒儿 深不可测 无时无刻 实力都在突飞猛进 他最近又去了一趟无极大世界 从其中夺取了几枚无极舍利 在闭关苦练 我怀疑很可能再完善他的玲珑大罗天 然后突破到天仙境界 太皇天说 怎么可能 传闻之中只有到达仙界 才能够修成天仙的 玲珑此女不到达仙界 不可能修成 那也未必 上古之时 有那么多的无上神通者 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也不是没有去过仙界 龙族之中 有一些太古龙帝 也有可以搏杀仙人 超越天仙 神仙 玄仙的存在 神族之中 神帝也是开天辟地一般的存在 都没有去过仙界 照样修成了盖世无边的法力 那是上古以前 在天地之中 有原始之气的存在 后来 经过了无数次大劫 天地反复之后 原始之气消失 现在只有仙界才能够拥有 师兄 正是因为这样 太古那些大能 汲取了原始之气 才能够突破到天仙业位 甚至是更高的境界 而现在 不到仙界 根本无法汲取到原始之气 全身的法力 无法转换成原始真纲 是不可能再度提升境界的 据我所知 在排名前十的大世界之中 还是有天仙一级的存在 他们是得到了仙界的赏赐 或者是一些太古大能的宝藏 得到了原始之气 原始真丹 才能够突破真纤 到达天仙 不错 就是这样 我是怀疑 那玲珑在鸿蒙密葬之中 得到了原始之气 才进展得这么快 那原始之气 在古老的 来自仙界地道书之中记载 那是万气之王 超越纯阳 远在仙气之上 纯阳元气 和原始之气 比较起来 就如云泥之别 所以 我怀疑 在我们玄黄大世界之中 一些宝藏之中 拥有原始之气的存在 能够帮助我 突破天仙 甚至以后慢慢修炼 以我现在的身份 贸然进入仙界 虽然不至于成为 奴隶一般卑微的蚂蚁 但绝对不会有尊贵的地位 会被人呼来唤去 而且再度下戒 已经不可能 传闻之中 进入了仙界 是不能随便下戒的 除非是得到了 某些强横势力的帮助 才有可能 师兄不愧是真仙 懂得的事情 比我们多得多 的确 我们太医们的 镇教典籍之中记载了 仙界的仙人 也分许多境界 天仙 不过是最底下的存在 更别说是真仙了 还有我们这种虚仙 那更是不入流 至于混动境 界王境 天位境那些人物 在反简视纵横天地 逍遥自在 但是到达仙界 不过是蝼蚁 我们也要多做准备 好了 咱们师兄第三人 乃是太医门的最高领袖 在这次大劫之中 不能有任何闪失 见识不妙 可以舍弃先进的命令 自己逃命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知道了吗 自然都听是师兄的 一阵谋划之后 太医门的深处寂静无声 太皇天 太虚天 太和天 三道人影也消失了 第1093集 各有图谋 天商星河之中 那颗巨大的星球之上 方寒 齐真君还在针锋相对着 没错 你的这套宝贝 的确来自仙界 而且是仙界之中 至高无上的秘密传承 如果能够晋升为上品盗器 的确是会引来天地异象 不过这套法宝 就算是晋升为上品盗器 需要的不朽物质 各种材料实在是太多 我也无法炼制 齐真君非常眼馋 三十三天智宝 不过 他略微一思索就知道 这一套宝贝 自己没有能力炼制 不可能吧 你乃是虚仙 可以炼制绝品盗器 连一件小小的上品盗器 都无能为力 你知道什么 这一套宝贝 比八部浮屠 都要浩瀚得多 如果要炼制成绝品盗器 就算是真正的天仙 都有所不及 好了 废话不说 现在我倒是想到了 交换的条件 你把这一套宝贝 给我作为抵押 我可以暂时放过你 然后 我帮助你对付了太医门 救出你的女人之后 再一起合作 祭练法宝 到时候 你把儿子和枯荣真君还给我 如何 你现在不做出任何牺牲 今天是别想走的 齐真君此言差矣 这一套宝贝 炼制不容易 说实在的 价值比你儿子和枯荣真君要大多了 就这样贸然叫给你 方寒说着话 看见齐真君听到这里 脸上又显出杀鸡来 不过呢 我可以把一套法宝的炼制之法 各种需要的材料都告诉你 然后还把炼制这套法宝的大炼宝术也告诉你 等你熟悉之后 我们再合作 怎么样 炼制这套法宝的方法 大炼宝术 齐真君脸色缓和了一下 闭上眼睛 似乎是在推算上 突然一下也睁开了 也好 咱们达成交易 你把大炼宝术和这套宝贝的炼制方法教给我 我暂时放你嘛 以后再合作 你归还我儿子 成交 方寒身体中一阵金光闪烁 在空气中流转 化为了一页金书 在这一页金书中 蕴含了大炼宝术 还有一些材料 和三十三天至宝的炼制秘诀 这页金书 上面蕴含有我的禁止 只要我念头一动 就能够爆炸 现在放在这里 我走了 你若是追赶我 咱们就一拍两散 方寒留下这页金书之后 背后水火双翅 山洞忽然一下 人就消失在星空中 齐真君也不去阻止 伸手一抓 把那页金书抓在手里 手掌上噼里啪啦一阵闪烁 显然是施展了一种仙术 这仙术玄傲 威力强大 直接把那些金书上面的禁止 全部破解 显现出了文字和图像 齐真君脸上 立刻显现出了满意的笑来 果然是这门智宝的炼制方法 我得到了炼制方法 集中商会的力量 就能够炼制出来 只要一炼制成了这门智宝 回到大义教 我也可以计压群雄 争夺教主大位 都不是不可能 还在乎一个小小的儿子吗 这小子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也不知道这种宝贝的价值 儿子算什么呀 齐真君意念闪烁咆哮 显示出了内心中的兴奋 连宝主都梦寐以求的东西 我得到了 不过这小子身上的宝贝 和秘密太多了 我必须得要把他杀死 好在他收取了 我的无量横杀 我随时都可以知道 他在哪里 现在我就回去 浓缩时间 在数天之后 花费十万年时间 都在所不惜 他闪烁了一下 也消失不见 显然是回去急于修炼 收集材料去 方寒 你就这样把 三十三天至宝的 修炼法卷告诉他了 万一他自己回去 炼制法宝怎么办 要知道 以真君楼商会的实力 再加上虚仙的境界 逆转时间 只怕要炼制出来 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啊 在一个不知名的星球上 方寒盘息坐在一个 大鸟巢中 这颗星球生机勃勃 到处都是原始森林 在星球之外 一颗巨大的恒星照耀着 使这颗星球 十分的湿热 衍生出各种各样的 红黄怪兽来 而且 这颗大星球上 没有繁衍出人类 十分适合动物生长 方寒现在盘息坐着的 大鸟巢 是一种三头箫的巢穴 这三头箫 也是一种上古猛禽 长着三个脑袋 天生就会喷射出水火毒气 十分厉害 一般神通逆境的强者 都奈何不了 不过 这对于方寒爱说 也不算什么 随便一道蝉光 就使着三头箫渡化 送入八部浮屠中 然后开启了灵志 又天魔传授修行 而他坐在这巢穴中 完全隐藏掉自己的气息 开始恢复伤势 他是一条神龙 三头箫是田间的黄扇 神龙隐藏在黄扇巢穴中 最为安全不过 他被齐真君劈了一掌 身体中的不朽物质破坏 虽然服用了冥王夺命丹 不过仍旧有一些细微的损伤 而且他消耗兽元 镇压枯龙真君 也损耗不少 我知道 三十三天至宝的修炼之法 非常重要 不过也是在拖延时间 他得到修炼之法以后 肯定无暇杀武 要回去练制宝贝 也为我争取到不少时间 我也正是要借助这个机会 让他取得材料 到时候 方寒目光一闪 我争取到这一点时间 就是要修炼几种仙术 把几种三千大道 真正修炼一下 尤其是大世界术 守护之光大仙术 把掠夺到的一些 三千大道巩固一下 同时 彻底压制住 窟窿真君 最好从他身上 获得鬼斧神功 大仙术的秘诀 一起练成 再次提升自身的实力 难道 你想冲击戒王境 第一千零九十四集 手段 难道 你想冲击戒王境 戒王境没有那么容易 世界之力是空间法则 时间法则 造物法则 天位法则的综合 我一路走来 有一些法则虽然圆满 但自身感悟还不够 必须要长时间打磨 水到渠成 然后才能够一举突破 暂时火候还没到 防寒沉没良久 暗运法力 又是一口淤血喷出来 全身精神异异 伤势全腹 苦龙真军 交出鬼斧神功 大仙术的奥秘 我可以不折磨你 伤势一复原 方寒一拳 打在至尊龙珠上 方寒这一拳 蕴含着种种三千大道 轰击入至尊龙珠中 尤其是大剧毒术 对苦龙真军的 混动世界进行破坏 苦龙真军的 混动世界虽然坚固 但在三十六亿天魔 无数神通秘境的魔王 金丹魔王 天地法相魔王 一百尊万古巨头 等等众人 共同的怨力压制下 也有一些运转艰难 双拳难敌四手啊 何况是几十亿的手 还有诸多法宝 盗气的气灵 也都是了不得的角色 那些远古上品盗气的气灵 简直是相当于 不死之身的高手 那些半绝品盗气的气灵 更是强大的宛如空间法则的高手 成千上万的盗气 进行压制的力量 也非同小可 更何况 神兽之王白西 在全力催动 苍生大印来压制的 盐也在出手 盐帝虎龙顶 黑帝潮溪帆的气灵 也都出手 苦龙真军 虽然依然能够坚持 但是已经没有 以前的凶狠威严 大巨毒术 虽然不能够毒杀 混动精的高手 却可以破坏混动 第一次 方寒和库龙真军 在锦绣府中交手 就是一仗的这一仗 偷袭成功 让库龙真军受了轻伤 现在彻底压制住 库龙真军 他更是可以肆无忌惮地 施展出大巨毒术 随意入侵了 小子 你好歹毒啊 此时 库龙真军 已经化身成为了一团混动 被大巨毒术打入其中 他也只能不断地炼化 元气一纷纷地被消磨着 库龙真军 你现在这样被我折磨下去 元气迟早也会被消耗一光的 何必 你把鬼斧神功大仙术的秘诀告诉我 大库龙术 大学窍术的修炼之法也告诉我 我就犯过你 怎么样 方寒的声音诱惑着 大库龙术 大切割术 大学窍术 三大三千大道 结合起来 用一种玄妙的修行 可以化为神族的一门绝学仙术 鬼斧神功 不过真正的鬼斧神功大仙术 需要九十九种三千大道结合 已经不是普通修士能够修炼得成的了 但就算是三种三千大道组合起来 库龙真军施展出来的威力 也足以成为一尊杀手锏 方寒对于这个杀手锏心动不已 现在要逼问出仙术来 如果有可能 他甚至还想直接把 库龙真军体内的神通抽出来 像对付七少尉一样 不过这不可能 因为混动竟实在是太难练化 以他的境界根本不可能做到 库龙真军也知道 七真军和方寒达成了交易 休想 你奈何我不得 七真军虽然和你达成了协议 但他已经回去练制宝贝 以后会彻底地把你杀死 你永远也不知道 齐真军的厉害和手段 你大概也不知道我的手段吧 我为什么会把练宝秘诀告诉他 我告诉你 不出一两个月 他练制仙界宝贝的消息 会传播出去的 到了那个时候 他就是众矢之地 而我 没有人能够推算得到我 自然矛头要指向他 到时候他自身难保 反寒微笑 不过只要你稍微有点脑子 就知道 我为什么会这样风生水起 我现在还是天位境 就已经有了如此神通了 如果你顺从我 还有出路 如果不顺从我 下场堪忧啊 那我现在就去锦绣府 和府主配合 彻底练化你 神兽白皙突然等 主人 干脆去无极大事件 苍生大印的威力催动起来 也未必不能够炼化此人 就算不能炼化 也要把他折磨得生不如死 这也是个好处呀 方寒点点头 好 方寒 我愿意把大学窍术 大库荣术 鬼附神功 大仙术的秘诀告诉你 你不要再折磨我了 库荣真君听到这句话 突然开口 他的心中却想在拖延时间 鬼附神功大仙术 修炼起来 不是一日功夫 起码要数万年 就算是逆转时间 也起码要几个月 到那个时候 说不定会发生新的变化 好 只要你告诉我秘诀 我保证不折磨你 会让你轻松一些的 得到了方寒的肯定 库荣真君一到一年 在至尊龙珠中 显现出了有许多符文构成的巨斧 这巨斧呈现出一个弧形来 在虚空中晃动着 虽然不是文体 但仍旧能够感觉得到 在遥远的古代 这尊巨斧曾经是一斧一斧 开凿出了天地 看到这情景 方寒一喜 一下子就把这符文巨斧给抓了出来 顿时许多意念冲入脑海 的确是诸多神通的修炼方法 还有玄妙仙术的根基 第1095集 仙术大成 现在方寒自身神通威力最大的 乃是大巨毒术 小宿命术 还有祭祀大仙术 不过小宿命术施展 需要消耗寿命 代价太大了 祭祀则是需要消耗道气 就算是仙人也化为不清 大巨毒术 力量也就是腐蚀为主 而鬼斧神功大仙术则是威力巨大 全身化为巨斧 一斧披下气势磅礴 一往无前 比大巨毒术的腐蚀 气势要大了许多 而且威力毕竟是仙术 虽然不全 对于破坏世界 也有一种更为强横的毁灭力 鬼斧神功 意思就是塑造破坏生灭 论精妙 大巨毒术也要逊色 一下得到了鬼斧神功大仙术 方寒立刻就把这些符文 开始参悟了 黄泉图稍微一笼罩 催动了时间之力 加速时间 纯阳丹药一罩一罩地燃烧着 主人 这次我整合了九鼎轩 和我白黄商会 把能够调动出来的材料丹药 全部调动了出来 一共150兆数量的纯阳丹药 34件上品稻器 500件中品稻器 3000件下品稻器 还有诸多材料 都在苍生大印之中 就在方寒参悟的时候 神兽白皙禀报着 嗯 不错 对了 你送给九鼎先尊那块 法宝残片 你现在还有吗 你知不知道 那是传说中 造化神器的残片 方寒手一翻动 显现出了那一块 龟甲一样的东西 白皙震惊 这一块是造化神器的残片 这是我在出生的时候 父母巢穴之中 留下的一片玩物 后来九鼎先尊看上了 用一枚下品仙丹 朱天寿王丹 换取了这块残片 想回去研究 不过也没有研究出 什么名堂来 这么说 你没有更多的了 主人 的确是没有了 这块残片 我也研究了很久 没有什么灵气 想不到 居然是造化神器的残片 嗯 的确是造化神器的残片 不过 我们现在难以练化 就算是真正的仙人 都无法练化 除非是 有永生之门的烙印威压 和天地一体的境界 不过 我正好符合这两样条件 等找机会吧 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会练化 说不定 有无法想象的机缘 一面说话 一面参悟 方寒一面 清点苍生大印里的 各种法宝材料 一股脑打入八部浮图里 顿时 八部浮图里的宝光 再次增加了不少 而炼制三日三天质宝 所需要的材料 百分之一都没有收集到 非枯非荣 四枯四荣 在清点法宝之后 方寒闭上了眼睛 开始修行大枯龙术 这大枯龙术 枯代表的是衰落死计 而荣代表的是生计 枯龙合一 代表的是鬼斧神宫中的塑造 破坏的一个意境 而大学窍术 则是怎么运用全身血肉 激发学窍 甚至变化出学窍来 和天地星辰 世界空间 和上天仙界随时变化 以求随时随刻的诸天环境 进行一个身体上的调整 到达一个最佳状态 学窍变化 天人合一 这两门道数 三千大道都非同小可 每一门都蕴含生命 环境 天地 人体 变换中的许多道理 方寒完全参悟了进去 意念闪烁间 眉心中跳跃着智慧的火花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了 方寒的身体也在随时变化着 有的时候 一片枯黄 皮肤褶皱 沟壑倒倒 好像苍老了一下子几十万年 有的时候 却是如刚刚出生的婴儿一般 细皮嫩肉 全身白皙 洋溢了一种刚刚出生的味道 大窟窿树 在身体中荡漾着 而在这窟窿之间 它的身体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 体内的不朽物质组合之间 形成形体变换 有的时候全身金黄 有的时候全身透明 如玻璃一般 有的时候全身如石头 有的时候 全身都长出了长毛来 每一根长毛都洁白 好像是天飞乌魔的 三千丈白发一样 而它的身体之上 许多毛孔在土纳着 云气蒸腾 在有一些毛孔的深处 似乎星辰闪烁着 众神居住在其中 并且这些毛孔中的星光 随着天象在变化 有一种大到自然的味道 一千年 五千年 这次 方寒足足参悟了一万年之久 突然 它身体中 大窟窿树凝炼成形 而大雪翘树 也最终凝炼 最后和大切割树 一起飞出来 三大神通 在体内进行了一种 千百次的组合 它的身体 也在这次组合中连连变化 它身体的皮肤 寸寸军裂 最后整个人彻底地化为 立尊巨大斧头 停留在黄泉图的虚空中 在黄泉图的虚空之中 被这大腹随意地一摆动 许多空间都被震碎了 鬼斧神功大仙术 终于炼成了 第1096级 下一步 鬼斧神功大仙术 不愧是神族绝学 可惜的是 这门到处不全啊 如果真的学会了 九十九种三千大道 融为一体 化为鬼斧神功 那会厉害到什么境界 随意地摆动身体 方寒清晰察觉到了 自己变化为大腹时候的模样 全身的物质 发生了一种本质性的变化 不过法力也在剧烈地消耗着 他感觉到 自己变化为鬼斧神功的形态 法力消耗是平时 施展出的万倍都不止 每一个呼吸 都接近消耗上十亿 上百亿丹药的纯阳仙气 以他自己的吞吐量 根本施展不出来 不过这一副的威力 恐怕和不朽骨雷炮 都相差不多 而且还要超过 不知道清雪师姐和人荒比他们 现在到底怎么样 修为提升了没有 按照道理 如果真能够寻找到 造化神器的残片 加以炼化 师姐的修为 恐怕会飞速提升 暴雷之城会更加提升 我现在知道 那暴雷之城 也恐怕遭遇过结束 一想起不朽骨雷炮 方寒就不由自主 想起了方清雪 方寒把鬼斧神功 大仙术散去 随后又化成了人形 元气消耗量骤然下降 身体轻松 施展这门仙术 消耗的代价 也不是一般的大 不过总算是比 消耗寿命要好得多 一万年时间 整整一万年时间 终于炼制成功了 而在外面 不过是仅仅过去了 三天而已 方寒祖族消耗了 十兆以上的丹药 而八部浮屠 却并没有在其中修行 因为如果在其中的话 过去一万年 那魔神都要老死 其中的金丹天魔 更是会有一大片一大片的死掉 这万一其中有什么变动 枯龙真君就会趁机逃离出去了 守护之光 大世界术 大护身术 两两结合 仙术无敌 方寒随手一动 身体周围释放出了一片光芒来 正是最强大的防护能力 守护之光 在这一万年中 他也修炼成了 大世界术和大护身术结合 产生出了仙术 守护之光 结成了一片片的仙盾 现在方寒就凭借本身的能力 完全可以抗衡 借王剑高手的进攻 鬼斧神功大仙术 最强攻击 守护之光 最强护盾 两门仙术相得益彰 不过大世界术 方寒还是需要真正拥有了世界之力 才能够发挥出巨大威力来 方寒 当年黄泉大帝 就是把九十九种神通炼制成仙术 万事轮回 等你学会了大轮回术之后 进入黄泉宝库 得到这门仙术的传承 越是厉害的仙人 组合三千大盗 创造出来的仙术越厉害 我迟早会去的 不过 我虽然修行了一万年 但是天位法则 并没有多少巩固 看来到了我这样的境界 苦修已经没有什么大作用了 方寒感叹 再长时间的做官 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 虽然练成两门大仙术 学会了三种三千大道 但是方寒感觉到 自己的天位法则 并没有多大进展 也没有任何突破 戒王境的意思 万年苦修 对于境界上的帮助不大 修道者 寿源虽然悠长 但是太消耗时间了 苦修两门道术 就花费了万年时间 真是岁月悠悠 人生苦短啊 在世俗中 万年时间对于凡人来说 可以发展出一个文明 改朝换代数十个 方寒常常叹息一声 从三头霄的巢穴中站起来 他居然感叹起人生苦短来 一万年 能够发生多少事情啊 在世俗中 可以酝酿出一部浩瀚的文明史册 而对于修士来说 就是做一会儿官的功夫 修士有多少生命可以恢复啊 大世界术 大库隆术 大学窍术 大祭祀术 大捷运术 大追踪术 大设计术 我现在又学会了七种三千大道 方寒默默地运转体内的三千大道 暗暗点头 把黄圈图一下收入身体 眉心中苍生大印 八步浮屠进入身体 水火双翼飞入洞天 完全收敛了起来 同时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 就在这时 突然 这片原始森林中 一片嘶吼的声音传递过来 方寒俱入的这颗星球 没有任何人烟的 到处都是茂密的植物 湿热的空气 天空中艳阳高照 怪兽猛轻生长在其中 许多珍惜药材也生长在其中 不过 似乎是没有修饰在其中修行 因为这颗星球 在天商星河的深处 人际罕至 虚仙高手都要飞很久 更别说是一般的高手 那是什么 方寒从三头霄的巢穴中跳起来 就看见远处大约是千里之外的 一片山谷中 似乎是几道光滑 在和一头凶兽战斗 那头凶兽是一头太古抱园 身高时丈 双手如门板 獠牙爆出 凶暴无比 居然可以跳跃飞翔 周身运转之间 一股刚气飙射而出 施展出了一门神通来 居然是妖族 而和这头凶兽战斗呢 是几个身穿一种 美玉颜色衣服的修饰 这几个修饰 修为都很不错 是神通秘境第七重 金单以上的高手 几个修士 两个中年男子 一个中年美妇 还有一个老者 团团围绕这头凶兽猿猴 施展出各种法宝 围困住准备生擒 这头凶兽猿猴 居然是神通九重 凝联了本命天地 法相的大妖 仗着天生大力 妖气磅礴 加上有一套玄妙的功法 本来实力极其强横 但是 那四个金单修士 身上法宝极多 甚至还有下品盗器 所以这头凶兽猿猴 处于下风 哪里来的修士啊 这猿猴 似乎也不是野生的 方寒心中疑惑 却按兵不动 第1097级 酝酿计划 师妹 这头妖猿恐怕生擒不容易 你得动用毒龙香了 把它麻烦了 我们这次出来 也算是有收获 要不然 传送阵的丹药都弥补不回去 这头神通九重的猿猴 是神缘胶的一个弟子 身上有原真红 创造的无上神通 大真元神变 如果能够生擒 起码能够卖出 几百万纯阳单 那我们传送阵的钱 都回来了 嗯 不错 可惜那毒龙香 价值不菲 抓捕了它 还是能够赚到 一两百万丹药的 这座无人的星球上 也有不少的药材 凶兽 我们收割一番 也能够赚到不少 关键是这头猿猴 我们追杀了它三个月 追杀了几颗星球 让它逃走 实在是太可惜 再加上它身上 采集到的那枚 玄真异果 价值可是千万啊 嗯 就是那枚 玄真异果 如果能够得到 这枚果子 贡献上去 我们在分宝岩的地位 会大涨 想必会晋升为 那门弟子吧 分宝岩 方寒听到这话 终于记忆起来了 他好像是进入 分宝岩的时候 看见了一些 低级的外门弟子 就身穿了一些 玉色衣服 想不到 在这天商星河深处 居然可以看到 分宝岩的弟子 看来 就在这深处 不远处的一颗星球上 有可能是 分宝岩的秘密 传颂阵 要知道 天商星河的深处 有一些原始星球上 亿万年没有人来过 生长了很多天才地宝 可以获取的 不过分宝岩的实力 能够在这星河深处 建立传颂阵 也算是够强大的了 完全超越了什么 真军楼天地会馆 在修真大世界中 混了这么一段时间 方海也看出来了 修真大世界中 暗暗是以分宝岩为尊 分宝岩的主人 叫做宝主 不过分宝岩不属于商会 排名第一的商会 另有七人 叫做天涯海国 是属于一个极其神秘的大组织 这个大组织天涯海国 和分宝岩隐隐约约两分 独龙香 就在方寒观察之间 几个金丹修士中 那个中年美妇 手上多了一株香 这香稍微一点燃 就化为了无数烟雾 那些烟雾好像一条条毒龙 弥漫虚空 烧瘟一燃烧 那香气就渗透进了 巨猿的周身宝光中 这巨猿立刻就感觉到 全身力软金麻 似乎要晕倒一本 不好 神云聚变 吞日吐月 巨猿大吼一声 全身震荡爆炸 周身刚气四射 只是一下就震破宝光 向外飞去 速速追赶 这畜生中了毒龙香 支持不了多久 现在想逃跑 终年美妇急忙叫道 朝猿猴追赶而来 就在这时 突然在猿猴面前 出现了一只遮天大手 这遮天大手 魔气森森 直接就把猿猴抓入掌中 随后消失不见 而在猿猴消失的 一棵大树顶上 出现了一个金发碧眼 身穿黄衣 好像蛮夷的男子 谁 找死 居然敢占我们的便宜 几大金丹修士顿时大怒 纷纷朝那金发碧眼的蛮夷男子 攻打过去 诸位道友 停下 在下乌拉王子 偶尔来到这颗星球上 已经迷路了 这个蛮夷男子立刻说 这套猿猴 我替你们出手拿下 说话之间 他发出一片金光 抵挡住了这几个修士的剑光 住手 此人是万古巨头 几个修士看见这片金光 立刻收回了法宝 这个蛮夷男子 正是方寒所画 方寒抵挡住了这些剑光 并不还手 而是抛出了一个水晶球体 在球体中 那巨猿咆哮不止 却冲不出去 这水晶球滴溜溜地 落到几个金丹修士的手上 道友 多谢了 看见面前的乌拉王子 居然把封印的凶暴巨员 给丢了过来 那个中年美妇 一下揭在手里 看了看 果然发现 是一种玄妙的封印 把一尊神通九重天地 法相的大妖封印在其中 好说好说 不过是偶尔迷路了 进入了一个时空黑洞中 然后流浪到了这里 已经孤单了数年了 好不容易碰到诸位 敢问诸位 是什么门派的修士 如何离开这里 如果诸位能够帮助我 离开这里 我还有重谢 对面的乌拉王子 表现出来的是 刚刚踏入万古巨头境界 万寿竞修士的样子 本来金丹层次的人物 对上万古巨头 都要喊前辈 恭恭敬敬 但这几个金丹修士 似乎是见多了 万古巨头 直接上来就喊道友 平起平坐 极其自然 没有一点尴尬 显然是大门派出来的 方寒却是知道 分宝岩的拍卖场 万古巨头 只能在低级和中级 拍卖场里就坐 以方寒当初造物经的修为 才能进入高级拍卖场 传闻在高级拍卖场之上 还有顶级拍卖会 天字号 仙字号大会 其中要借王境以上的高手 甚至是虚仙才有资格 正因为如此 这几个金丹修士 对于方寒自然不会有什么尊敬的想法 不过方寒也很随和 而且他想不到 在天商星河的深处 居然会偶然碰到分宝岩的弟子 但正要混入其中 顿时一个冒险的计划 在他脑海之中酝酿起来 第1098集 炼宝师 这位道友 你居然碰到了时空黑洞 能够存活下来 实在是运气好啊 那个老者听见方寒的话 立刻的 不错 我的确是运气好 可惜的是 我的一件上品盗器 在时空黑洞中被破碎掉 方寒脸上装出了一股肉痛的情绪 这是我身为乌拉星王子的象征啊 现在毁灭掉了 我如果再回去 就要遭到长老会的制裁 我现在回不去了 无依无靠 在这一个个荒芜的星球中流浪 原来道友已经无家可归 几个修士对望了眼 以道友的实力 要谋得一个出生 倒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实不相瞒 我们是分宝炎的外门弟子 分宝炎 乌拉王子脸上显现出了茫然的神色 中年美副介绍着 分宝炎是修真大世界最大的主使人 生意辐射上亿的星域 基本上三千大千世界 三分之一的大世界都有生意 这里是天商星河 人际罕至 只有我们分宝炎 才在这里面架设有传送阵 不过 在这星河深处 一些星球中有很多宝藏 道友要走出这一片星河 必须要靠我们 不过我们通过传送阵 也需要大量的丹药 哦 丹药我倒是还有一些 积攒了不少 只要能够走出去 多大代价都可以 方寒立刻说 从怀里掏出了一个葫芦 葫芦中装着许多纯阳丹药 足足有数百万枚的样子 这些丹药通过传送阵够不够啊 这个乌拉王子 神价倒还不错 四个金丹修士对望了眼 其中那个中年美妇上前接过这一葫芦丹药 通过传送阵 这些丹药倒算是勉强够了 这样我们就带你一程吧 你可以到达修镇大师界之中 安身立命 以万古巨头的修为 可以炼制盗器了 到许多商会去做炼宝师 都可以生活得很悠闲 我现在是不能回乌拉星了 修镇大师界去谋的一份生计也不错啊 不过我看你们分宝岩实力极大 在这种荒芜人烟的地方都有传送阵 我不如到你们分宝岩去当炼宝师吧 几位道友介绍一下 怎么样 方寒终于说出了自己的重点 哦 四个金丹修士一愣 随后笑了 道友 我们分宝岩的炼宝师 都要有一手绝活 不是那么容易当上的 就算你修到了长生秘境 也希望渺茫 如果你真的成为了炼宝师 那地位可比我们高多了 回去你的那个乌拉星 没人能够惹你 真的 我倒是会写炼宝的手段 方寒脸上显现出惊喜 得要去尝试一下 那就要看到有的运气了 四个金丹修士相视一笑 祭出了一件法宝 居然也类似于 无机星宫星空梭一样的东西 但这次不是宝气 而是下品倒气 燃烧了许多纯阳丹药 一下飙飞出去 在两个时辰之后 就到达了一颗 另外的小型星球上 这颗小型星球 到处都是怪事临寻 一种坚固的岩石 被人用大法力 浇注出了一座 方圆万里的大传送阵 在小型星球的周边 有着十多颗恒星照耀着 那些恒星无时无刻的 不把星光热量 击射在传送阵之间 这显然是有人 施展一星换斗的神通 夺取天机 借助十多颗恒星的力量 来凝练成的 这巨大传送阵 已经不知道多少万年了 这座传送阵 有一些类似于 白皙的八级金锁阵的味道 此时 在传送阵的周围 站立着不少人 都是身穿玉色衣服 显然都是分宝炎的弟子 这些弟子 有的是金丹修尾 有的是神通八重 九重十重 还有一些 身穿黑色衣服的人 居然是万古巨头 还有不死之身的高手 都纷纷灌注元气 似乎是在催动大阵 你们来了 听说你们去追杀 神元教的一头元大将 不知道抓不到手了没有 这位是谁啊 看见四个金丹修尸 降落下来 出现在传送阵中 几个分宝炎弟子 走了过来 其中一个身穿 黑色衣服的青年 地位非常之高 看样子也是万古巨头 眼神一横 望着方寒 命师兄 这位是一个 卷入了时空黑洞的修尸 偶尔到达了这里 出不去了 我们捕捉元大将的时候 他出手帮忙降服 要我们带他出去 同时想做我们分宝炎的 练宝师 什么 想做练宝师 倒是异想天开 这人的修为 虽然也是万寿境 但也不过就是一个 散修而已 能够有什么本事 我苦修三元秘籍 练宝神通 都没有能够当上 我愿意试一试 能够在修尘大世界 立足也好啊 反正乌拉星我是回不去了 也不愿意在 荒芜人烟的地方流浪 孤独终老啊 方寒又把自己的来历 编造了一番 黑衣青年说 好 你既然缴闹了 传送阵的费用 我们带你一程也无妨 否则以你的修为 一万年也无法 飞出这天商星河 老死也不可能 见到别的修士 那是永恒的寂寞 你站到中央去 再顾两个时辰 传送阵就会和 分宝延取得联系 就可以发动了 好 全凭道有栽培 第1099集 再次混入 方寒规规矩矩地 站立在指定的位置 神念却暗暗观察着 这座传送大阵 却发现 这座大阵似乎是 超越了修士的手段 借助诸天引力 进行挪移的 方寒稍微一注意 就看见了 这座大阵的一些隐秘之处 埋藏了无数宝贝 宝贝之上 刻画了起码上百道 大挪一树 好手段 分宝延果然是好手段 不过 这座传送大阵价值不菲 为什么又在这里 建立这样一座传送大阵 难道真的是寻找 星河中央的一些 星球上的宝藏 方寒心中疑惑 道友 幸亏你是流浪到了这里 要是在前去三万颗星球 那里就是妖魔居住的星域了 叫做妖秀之地 足足有上十万颗星球上 全部都是妖魔聚集的地方 我们分宝延的弟子 经常来这里历练 抓捕妖族回去 在上次 一位大长老 甚至抓捕到了一头 不死之身的酒头元师 卖了十亿丹药 我们这次抓捕的 元大将 是妖修之地 神元教的弟子 神元教的教主 叫做元真红 是一位虚仙级别的高手 自创 元魔混神功 力大无穷 盖世绝伦 我们分宝延的宝主 也想把他抓捕镇压 可惜妖族之地 妖族太多了 站在大阵之中 那四个金丹修士 也和方寒攀谈起来 元真红 对了 似乎是荒神之池中 一件远古上品到齐 元魔混神棍 就是他的宝贝 和盘武先尊交手 被夺取的 方寒暗暗说 他现在施展出的 是黄泉图的转世投胎诀 还有大变化术 黄泉图已经基本上 恢复了全部力量 以他现在的修为 施展出转世投胎诀来 只有虚仙高手 才能够发现蛛丝马迹 不过 再加上大变化符 小宿命术的力量 特意隐藏的话 恐怕虚仙也难以发现 他本来就是要 混进分宝岩当中的 这次正好寻找到了机会 交谈之中 这座大镇突然发动起来 方寒就感觉到 在遥远的修真大世界那边 隔空传递过来 一股浩瀚伟岸的力量 然后一阵时空闪烁天地旋转 足足旋转了十多个时辰 眼前一亮 就出现在一座巨大的平原之上 这座巨大平原 正处于修真大世界的中央 平原不知道多少万里 地面都是一种坚固的金铁石头 在广袤的平原之上 许多传颂镇建立着 不时有光芒闪烁 许许多多的分宝岩弟子 都从传颂镇当中进进出出 而在平原的尽头 巨大的分宝岩耸立着 如太古神龙匍匐在地面 和天地进行着一种土呢 这位师兄 不知道分宝岩练宝石 哪里去考核 刚才我问了 每年分宝岩 都要对外大量招收练宝石的 放寒化身的乌拉王子 装得十分像 好像穷乡僻壤中出来的小子 看着巨大平原传颂镇 还有分宝岩 各式各样的修士 都震惊地呆滞了良久 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 最后才回过神来 对那个黑衣青年修士说 同时递上了三十万枚纯羊丹 掂量了一下 法宝囊中的纯羊丹的分量 黑衣青年修士随意说 不错 在修真大世界中 最缺少的就是练宝石 因为每试每课 都会有无数的修士 把自己采集到的材料 卖到这里来 但是要把那些材料 转化为法宝 却非常困难 如果你有一些 炼制法宝的手段 几手绝活 绝对可以在修真大世界之中 混得风生水起 当然 在修真大世界之中 我们分宝盐的炼宝石 最为苛刻 要求更多 待遇虽然最好 却基本上没有人 能够应聘得上 你如果不行 可以去天涯海国试一试 多谢师兄指点 那边就是练宝石的 招收场地 我带你过去吧 黑衣青年 一直远处的 巨大分宝盐的脚下 一座座修建起来的宫殿 好 方寒一听 脸上显出喜色来 黑衣青年带着他 在平原上飞行片刻 就来到了分宝盐之下的 一座宫殿面前 在这座宫殿面前 到处都是一些 零零散散的散修 似乎都是要来 考核练宝石的 有的修士 是分宝盐内部的弟子 有的则是外面的修士 宁师弟 这就是你带过来的散修 来考核练宝石 在宫殿中有一张桌子 桌子上 坐着几个 不死之身的高手 看见黑衣青年 带了方寒进来 随意地说 你自己怎么不考核啊 这是一个要好的散修 打通了我的关节 硬要来考核练宝石 没有办法 只能让他来试一试了 那好 这个散修的来历 宁师弟你清楚吗 几个不死之身的高手 眼神在方寒身上扫射着 李的确确看出 方寒的修为了 就是万寿镜层次的 力量再一亿多一点点 并没有什么出奇 第110集 考核准备 是一个流浪散修 倒也没有什么 黑衣青年把方寒的来历 说了一遍 好 你交一百万枚纯阳丹的考核费用 领了这块玉牌 就等待考核吧 一个不死之身的高手说 方寒立刻上前 给了一百万枚纯阳丹 注意 如果你考核失败 这一百万枚丹药可不退啊 又一个修士提醒 一百万枚丹药 价值差不多是半件下品倒气 非常不菲啊 无妨 我自信应该能够考上练宝师 方寒突然一下 意气飞扬起来 信心十足 倒是让身边的黑衣青年 吃了一惊 嗯 去那边等候吧 几个不死之身的修士 好像看惯了这样的场景 随意挥挥手 看见方寒去等候 一个修士笑 散修都是这样自信满满 却不知道我们考核有多么艰难 乘兴而来 拜行而去的 不知道有多少 不知这个修士如何呀 看样子也就一般般吧 我倒是希望 能够出一个天才练宝师 要知道啊 在我们修真大世界 一个天才练宝师价值巨大 最近天涯海国倒是听说 连连出了几个天才练宝师 得到重点培养 炼制出来的一些下品到期品质非常好 有其次妙想 生意大增 甚至是得到了佛界的一大批顶单 这个修士长得好蛮一样 金发碧眼的 修为也一般般 我看 炼制法宝的手段高明不到哪去 那边又进来一个前来考核的 是个散修 注意一下 查清楚来历 不要让人混了进来 混进来也没用啊 就算是传说之中的虚仙 混进分宝炎 也讨不到任何好处 方寒耳朵耸怂了怂 这些人的议论 全部被收入耳中 唯唯一笑 倒是知道了一些秘密 心中的计划更为完善了 他走到一处偏殿上坐下来 就看见有十多个修士 有男有女 都拿着等候的牌子 似乎和他一样 都是来考核练宝师的 这些巨头 有的是万古巨头 有的甚至是 不死之身的强横人物 其中三个 引起了方寒的注意 一个是女子 脸上总是带着淡淡的微笑 笑容一般 看见方寒目光扫射向他 微微点头 让人觉得十分亲切 不过方寒何等修为啊 立刻就知道 这个女子肯定是练就了一门奇功 能够在不知不觉之间 让人产生好感 这个女子是个不死之身的高手 另外是一条大汉 满脸落腮胡子 双目圆征 身穿一身古铜铠甲 铠甲上面有花纹密布 居然是一件中品道器 看样子还是本命道器 穿在身上 表现出了自己 精妙的练器手法 不过方寒总感觉 这条大汉有一些深沉 但却并没有用神念去查探 第三个是一个老者 脸色木然一动不动 双手都裂开了 皮肤粗糙 似乎经常被火焰炙烤 也是不死之身 其余的修士 方寒一眼就看出来 或多或少 身上都有了一丝 精妙的炼宝法门 上古流传下来的 精妙炼制法宝的手段 多如横杀 没有一点手段的 也不会浪费 一百万枚丹药的考核费 欠来报名的 这些修士都默默坐着不动 气氛有一些严肃和紧张 似乎是在等待考核 这样方寒想起了世俗中 参加科举考试的那些秀才举人 的确是这样 分宝岩的炼宝师 一旦考核中 似乎是逾越龙门 身份不同了 方寒已经知道 书阵大世界的势力 如果成为一个重要的炼宝师的话 没有人敢惹 就算走到玄黄大世界中去 恐怕身份和仙道师门的 长教至尊都差不多 这些人都在默默地计算着 接下来的考核怎么办 方寒倒是无所谓 他身怀天龙秘籍中的炼器手法 更是修炼了大炼宝术 就算是伪装出的万寿镜的修为 也可以让人眼前一亮 你也是散修 不知道是哪个门派的出身 看你的样子 似乎是上古蛮夷的后人 可是来自蛮夷大世界 传闻之中 蛮夷大世界的人 都是像你这样 金发碧眼的类型 方寒正坐下观察了一下四周 那个洛塞湖大汉走了过来 声音带了一股压迫 语气似乎是有些不善 蛮夷大世界 我是乌拉星的人 偶尔流浪到了这里 道友 你是什么门派的 浪费一百万枚弹药参加考核 看来 你在乌拉星也是比较富裕的 大汉脸上笑容有些不怀好意 却没说出自己的出身来 好了 这位道友比你第一个修为 你这样压迫 似乎不是修道人所为 这个女子发话 大汉冷笑 关你何事 我说句公道话 又关你什么事情 难道你不让我说话 女子依旧是微笑着 好了 好和的使者过来了 好和的使者过来